Hello Peter 又到我們時間 今天錄音是星期五的中午 現在看到朋友第一句都這樣問 你還有多少口罩 買不買到 有多少傳播 你有多少口罩 家裡應該有幾盒 幾盒那麼多 你應該是父母 我只有十個 現在要親吻 這個問題真的很慘 大家都知道 市面上罵官員 你想像到的 都已經說了一出口 我們經常說 跟澳門比較 跟澳門比較 很明顯 這個真的很明顯 其實那時候 天甲 記得 打完封之後 我們不是笑澳門 說他整場都不見了 之後 澳門政府 有找我們香港人 有找我過去幫忙 跟你說一下 危機應變的溝通 各方面的事情 我記得那時候 用天甲的例子 跟澳門對比 香港就做了這些 澳門 就更客氣 做了這些 不過這個 我們香港 一直要稱讚 天文台 一直做得非常好 無論當時 王家也好 除了王家的名字也好 天甲之後 下一個厲害的風 就是山竹 到山竹 人家已經不用再找我們 也沒有什麼好找 香港搞到一塌糊塗 之後罵到什麼 到現在 這個 武漢冠狀病毒 叫做新冠狀 我想香港特區政府 應該組織定一個團 不要團 或者反過來 請澳門那邊 負責搞的 過來 跟他們開合班 即是反過來 分享固然是重要的 但我猜香港是 錯錯了一個人 一定不是 錯了一個人 一定不是 一定不是 當然不是 這個人錯得很重要 但是如果這個人錯的時候 下面的如果要堅持 一定做得到 因為你是在說衛生的事情 我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下面的全部都 全部都不合格 我看來 逐個數 好 逐個數 防衛中心 我們的健康防護中心 其中一個個案 就說 有些人 雖然有發燒症狀 也有人舉報 但他們自己都不去看醫生 我們沒有他們扶的 只可以給他一些健康的提示 指引給他 呼籲他做什麼 這個是我們 叫做健康防護中心 出來官式講的回應 是 我真的看到 如果我是他老闆 立刻解僱了他 雖然他已經是老闆級了 立刻解僱了他 為什麼 你說要有醫生看 就是講到 好像很對 很有道理 有人權 我不可以硬要他怎樣 硬要他怎樣 當然不可以硬要他怎樣 但是你說他沒有醫生觀察到他 就是他自己沒有去看醫生 你可不可以立刻派一個醫生下去 兩個派一個 他不合作也好 你可不可以在旁邊觀察 他不合作也好 你也可以在旁邊觀察 你有了兩個醫生的基礎 然後你就可以啟動緊急程序 不是他不同意 我們法例其實是給政府在這方面很大權力的 如果是涉及公共衛生健康 是的 就是這個更加 那就回到局長問題 當你局長都是客氣的時候 不是你講局長 我以為你說特首 不是 當然 如果局長是客氣的時候 他本身的份內已經可以決定的事情 他不會決定 當然會是 他留了後著 就是 學了大陸的文化 那些官場的文化 武漢市長都說 不是我不可以公佈 是 那些資料是我要等到國家批准 上級批准 我才可以發佈 這次整件事 我們香港搞到一幕譜 是很多時候就是 我們又學了這些壞的 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 潘療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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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你說要等上級做 那是一件事 但是現在我還說那個例子 你根本是可以自己主動一點 沒有人阻礙你的 你不需要情報 他不肯去看醫生 你可以找個醫生去觀察他的 精神假設 一個一個患了 神經失了整個人 在街上亂摸 他不會自己去看醫生的 他不會自己去看醫生的 你不可以找醫生觀察員 你覺得這個人 真是 表面看來神經 這陣子你一直聽到 那些官員 無論是健康的 執法的部分 就說 可不可行 剛才你舉個例子 比如說 在街上有人懷疑 他精神失常 都要有人去舉報 然後 是不是要警察去抓他 還是警務人員去抓他醫院 不是 他是有權這樣做 他出來講到 好像說 對不起因為人權這個問題 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當然不是 絕對不是 我們有條叫做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裡面是很大權的 但是 好明就是 如果當這個是海外的人 或者是一個進入我們香港境的 不管是香港或非香港人 那都是要海關 要是第一個啟動這句懷疑 不是 已經是有人舉報了 有市民舉報了 說這兩個人有問題 但是他 即是他入境了 入境了 入境了 在香港 那我就直接說 我們應該在關口第一個 要截住這些 不是 Peter 逐步說 當然 這些我完全不反對 可惜我想說 你一開始說 是一個人的問題 我就說 絕對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是整個特區政府 現在這個官僚文化的問題 在非常時期 他不會是想 我手上的工具箱裡面 有史巴勒 有螺絲批 有鉗 有鎚仔 什麼都不用 什麼都不用 反暴的時候 就什麼都拿出來用 到現在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建議大家 全部都要學警務署 一哥 匹奇等 就是你所說 我的工具箱裡面 有什麼都散 在這件事上 這麼大條 我再說 要預防及 控制疾病條例 你的負責衛生的官員 有權為什麼不用 這是第一個 他還解釋到 好像說 對不起 綁手綁腳 我做不到 其實是你有權 你自己不用去做 不肯多走一步 那這個跟你老闆 完全沒有關係 這個 但局長這個 督他做 是不是 衛生署是他們管的 如果說到局長 更加收家 他不單止沒有主動做 在電台節目裡面 口罩現在很大件事 我們一開始都講歐罩了 被人問的時候 他基本上 答案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 醫管局 有足夠的準備 這個醫管局 但是醫管局 唯有三個月 但是員工的儲備 但是員工出來說 哪有 就算有的那些 都降了級 然後跟他說的時候 他完全不掌握洗節 究竟醫管局有多少存貨 他完全不知道 說不到這個數目 這個一個 這個是醫管局的事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保安局的事 究竟有 剛才說過 有多少是來自武漢的人 入境 可能 我們不敢說 一定是 可能的帶軍者在香港 澳門就雷厲風行 上門 上門 找 兩個選擇 逐間酒店去找 要是你走 要是你隔離 兩個選擇 我們 不要說沒有做這一步 剛才說 人家舉報了 都說我沒有權去做 你連有多少個在香港 都說不到 他說這個是保安局 保安局到現在都說不到這個數目 我想說 你對付一個危機 最基本的事實數據 你怎麼去做回應 你怎麼去處理這件事 我記得說過 其實我們那時候豬流感 有類似的情況 訊息有很多個洞 雖然說天天都開會 這個待會再說 開會這兩個字 開會這兩個字 待會要詳細說 每天都開會 當時是特首主持 發覺同事 不是不說話 很多東西出來 但是那些資料 一時 今天講這個基礎 第二個講基礎 有些是不清楚的 特首怎麼做 特首自己 當時曾蔭權自己 如果沒有記錯 他做起的時候 凌晨四點鐘 自己做了一個template 做了一個 要你給一些部門首長 填布的表格 特首自己出來 你不要說那麼多了 你以後來開會 第一件事 你先給我填封 你才可以坐下說話 你自己都沒有掌握資料 你怎樣說 你怎樣給意見 你怎樣知道 再預期下去是怎樣 你怎樣知道 走下一步是怎樣 講危機 現在是要走快幾步 我們追落後 但是整件事 已經走快幾步 陳肇始博士 他連最基本的數字 被人問都說不到 是 那我怎樣相信你 作為我們衛生 防禦 和醫治的第一把手 他連最基本的數字都說不到 結果 星期四 上午 被人罵到 反傳 表現差到 屬我這樣說 其實立刻炒掉 他都不過份 立刻炒掉 都不過份 完全不過份 後來 就到 當晚 旁晚 六點鐘 就要政務司司長拖 邱騰華 商務經濟發展局局長 加上負責管錢 就出來採購 兩個局長 半個司長出來 都開始講到一些數字 但是那個是部分數字 講來講去 就是說 我們有三千幾萬個來 我們就在邊境附近 那些旅程教署 他們在做多少個口罩 加工 那些是百幾萬個 但是香港究竟 總共總傳量有多少 聽不到 每天只是政府用多少個 聽不到 醫管局實際的數字有多少 聽不到 每天用多少 經常都說 有三百個傳量 真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每天在耗用 而且是不同的 變化的 那個情況 那個使用量 這個最基本 到現在 說不出來了 特區政府 你不要說怎麼處理 說不出來了 市面上有多少 每天進口有多少 這個我覺得 就應該找人 是不是應該找人 真衫 麻煩你 再動起床板 和我們想一想 只是口罩而已 四點鐘 不睡到四點鐘 弄一個表出來 但這個特區政府 每天出來說 夜之前 你都給我們這些資料 這個其實很簡單 你真的掌握了之後 你就放上網 澳門政府 每十五分鐘更生 別人的資料 我們 連資料都沒有 有 雖然我們很多的 入口的 這些貨品 都是免稅 但總有個統計方法 有 海關一定有這個數字 你就是要它 每天都情報 至少我知道 每天進口有多少 即是你說 我出去從多少個 國家什麼手禁 實際我們香港也不是 無論是特區政府也好 當年的殖民地政府 譬如對米的統計 是很清楚的 知道我們有多少的存量 有足夠一個月的 還是一定指定數量 好像兩個月 到現在這條法例還在 是的 當然這條法例已經沒有什麼意思 我們都不吃 米不吃 已經不可以說 你的意思是說 同樣用這個方式 可以監察到 某一類進口的物品 每天的庫存 是應該知道的 經過這次 Peter就說得很對 就開始要想 一些必需品 原來香港有事的時候 需要這麼多 我們最低的儲存量 應該是多少 他們 由開始到現在 到被人罵了 才開始 模模糊糊說幾個數字出來 還有你說三千萬 就好像 我覺得他 有些大功告成 我們做了很多事 這樣的感覺 三千萬很少 簡直很少 假設計 根據這些醫生的提示 每一次 當你來你家 進入公眾地方 公眾交通 到你去 上班的地方 或者去派訪別人的時候 你馬上 那個口罩 就應該報銷了 應該到你離開 又再回家 回程 又要用一個新的 起碼每天 不會少用過兩個 不是一個 是兩個 如果當我們 七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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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打個折扣 五百萬 五百萬人 每天 不要用兩個 用一個 五百萬 我給你三千萬 是 三千除五百 還有可以用多少 你怎樣叫市民放心 是嗎 還有這些陸續有 還有 還有 這個邱藤華的說法 基本上我們協助 大家進口 就是會 外面幫你搜購 遇到如果 跟民間的 就不會跟你爭 然後處理這樣 OK 不是不好 但是 那個問題就是 回來之後 最有需要的人 其實是拿不到的 拿不到的 我的意思是怎樣 就是 那些 老弱相殘 就是平時 你怎樣叫他出去 跟人家排隊拿 現在 當然 規模比較小 南韓領事館這樣才算 這個我肯定知道 其他那些我相信 都有類似的安排 已經通知了國民 可以去他們中環那個 領事館那裡 是由領事館派口罩給他們 這麼好 新加坡也有派 新加坡也有派 新加坡也有四個 一個家庭四個 新加坡的意思是 如果你有需要 起碼你去看醫生 你有一個口罩在你家 你可以去看醫生 平時他們的說法 不一定要用口罩 但是我們這邊的 呼籲也好 提示指引也好 健康指引也好 因為我們一出街 就是人多密集的地方 基本上 地方小 又靠集體運輸 那你是否起碼 都好像新加坡政府 那樣 每個家庭起碼 如果你真的要去看病 的時候 過程你也有一個口罩 這裏你就要想 你要想 怎樣分配給他們 你真的有些 你叫老人家去排隊 真是 最弱的 你叫他們 現在真的四五點 走出去排隊 你就暴露了一個 他更低 就算他不是因為 他不是因為 染這個病毒 你叫老人家 這麼早 這麼冷走去排隊 他會有別的問題 那你怎麼搞呢 這些事情肯定 Eddie 我們嘗試回帶 會不會衛生署的處長 經意意圖令大家說 實在 在正常的社交情況 如果你沒有病 他早就說過 你是不需要戴口罩 是不是他意識到 我們的庫存根本不足夠 那你出來這樣說 他出來說了 你如果是正常的 不需要戴口罩就OK 但是我們正在用公共運輸的 港鐵 我不記得他一天幾多 幾多百萬人次 四五百萬 那你那裡已經幾多個 所以 這一個 局長有試過 他有示範過 就說 我咳幾聲沒事 是那天的地方 比較乾燥 他又帶頭示範了 是不是實在 我想說 實在他們每個人都知道 是我們不足夠 所以他不敢 很早就出來提醒大家 一定要用口罩 不夠你是要面對問題 你就算是未解決到 你都要告訴我們 那個實際情況是怎樣 最大的恐慌就是 不知道 你不是告訴我 現在實際有這麼多 去到醫院看病 不用緊張 醫院會有得給你的 是不是 我不知道 當你輪候的時候 有些私家醫院會提供 公立醫院 我不知道 現在就是私人醫生 都說不夠了 所以 你講到局長打行刺這個問題 我們回到後 可以再講 他那個 連續示範了 很多次 他自己都不跟衛生指引去做